关于养老计划,那缺姐呢,就给这个澳大利亚的网友呢,提供了一些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建议吧 这个缺姐对她说啊,我说呢,给你们一个建议啊,就是关于养老的,你们要给自己可能感兴趣的地方呢,你一个名单 每年度假呢,都去住住看啊,就是租个房子,住住看 住着的时候啊,就在这度假的时候,你别闲着啊,就见份插针,抓紧时间是吧 比如说今天啊,看个房子,看个房子顺便啊,去海滩走走啊,或去附近的街区啊,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博物馆啊,转一转呢 或沙滩上晒晒太阳啊,都是附近的,都是顺带的事儿是吧 就是你们见份插针的约着看房子,就假装我就是要买房子的是吧 然后呢,先把这个房源呢,和街区都得摸一遍 每个街区是不一样的,除了啊,就是你们在地图上能看到的 什么超市啊,什么这个,什么电影乱呢,这些,你们都能在这个餐馆呢 你们都能在地图上看到,但是你们看不到的,在地图上看不到的 就是这些街区里住的是什么人,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些街区啊,住的是一些 比如说去姐啊,之前啊,在那个,就是这个城市的中间老城区 靠里面的啊,这个位置 就隔一条街,马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啊 就是那种,呃,南美的啊,那种娼妓横行 一看就黑色会把持的 因为什么呢,门都开着 啊,就又老又丑的女人呢,穿着短裤 凶神恶煞,满脸煞气的看着我们啊 啊,穿着短裤,那天还下着雨,是吧 啊,确确就觉得,哎呦,这这 这这这这这肯定,一看那长相就知道是南美来的 然后确确就知道啊,这是黑社会把持的地区 吸毒的呀,啊,卖淫的呀 啊,这个失业的呀 这一看他们穿的啊,不是穿的 就看他们脸上那个表情啊,就整个人的气场啊 就透了一种穷苦的这种气场 这种人,你你千万别住在这儿啊 这房子,而且那房子破破烂烂也不便宜啊 就是,你一看啊,这种这种这个街区你就别要了啊 然后呢,没事儿就坐着公交车啊 每个街区都逛一逛啊 没事儿,就是今天我们选择这个地点 看着地图里坐标,我们就去逛一逛啊 就是走一走,你不要光坐车看一圈 你得是亲自啊,一共你的两条腿走过来 你这个你才能发现很多地方啊 而且那很多房,房源呢 他就会在他要卖的房子就挂一个牌子啊 你就直接你就看到了,是吧 这个,缺姐就这么跟他说的 我说大约啊,十年内啊 就说你们就每年啊,度假去个地方 每年度假去个地方 去个国家啊,选个国家 大约十年内啊,你们就能确定自己会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方,甚至是哪个城市,哪个街区养老了 说你不要等到退休之后 你再买第二套房子,因为什么呢 缺姐跟你讲,最实际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现在你住的房子是压着钱的 你手头上是没有那么多现金 就全款买第二套房子 所以呢,你有可能你手头上的这个流动资金 有可能是压在你的投资上了 理财上了,当然你不一定理的就好啊 跟你讲,最保险的还是买房子 就是你理财不让这个手中的货币啊 你手中的这个现金啊,贬值你怎么办 你除了买房子的老百姓来说 你又不是玩金融的是吧 你玩金融的话,你就买个什么指数基金就行了 这个定头就行了 别玩那个股票,风险太大了 去就玩过了 然后呢,这个 你呢,当你手上没有那么足够的现金 要买第二套房子怎么办 你还是跟你这个国家 就你所在的国家要申请贷款 对不对?申请房贷 那如果说你们的岁数越大 你们申请房贷的这个 呃,这个限额就越,越紧啊 而且呢,你们就是能够带到的 就是给你们,愿意给你们提供贷款的银行就越少 那你们就没得选择呀 就是说你们就越早买第二套房子越好 就是为了养老用 养老呢,你不要就盯着 我就熟悉这个国家 就认识这个国家 你这个国家可能是冬天又冷,夏天又热 那你想想你这个冬季取暖费有多么的严重 有可能你这个国家整体的物价房价都那么高 然后你的钱全压在你那套房子里了 比如说澳大利亚 那个他在坎培拉 那悉尼的房价更小贵是吧 比上海北京一点都不以下是吧 你说如果是呢,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说你这辈子你把钱都压在这个房子里 你说你说你傻不傻 你就没有生活质量 为什么不用这套房 买了这套房子的这个钱 你到一个房价又便宜,物价又便宜 气候又好,医疗又好 什么都好的这么个国家里养老呢 那你的生活质量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就是你们呢,不要等着年纪特别大了 你快到退休的年纪了 比如说60多岁你才想到 哎呦,我赶紧呢,在我退休前买的房子 你看我是带不出这个房贷的 年纪越大,你们就越没有这个银行愿意带回 赶紧,因为觉得你的这个工作 收入马上就锐减 一旦退休你的收入就是锐减 是吧 尤其是你们的所选择的现在的这个国家并不宜居 房价又高,物价又高 像这个悉尼啊 堪培拉啊 还有这个墨尔本呢 这气候都不好 冬季又冷,夏季又热 啊,这个还干燥 反正就不适合你们养老 而且呢,现在澳大利亚的他的这个衣榜呢 就是已经啊 大幅度的缩水 个人要负担三分之一 如果说你们得了什么重病大病 对你们个人来说是非常负担的 负担非常重的 这不就是沉重的打击吗 对你们的生活 说你们这个认出来啊 你不要光想着认出来 认出来之后我得活得好 认出来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得想到过我这辈子我得活得好 生活质量更高 越来越高 而不是说我过得非常辛苦 是吧 然后呢,曲姐就跟她说啊 我说呢,既然呢 这个澳洲啊,并不宜居 你们不如一步到位 就把这个房子买在你们要去养老的那个国家 和城市 所以我呢,就知道我自己知道的啊 我通过各种的网络学习 网络搜陆资源 观察各个博主 各地的各国的博主 就中文博主啊 我说呢,我给你推荐几个适合旅游养老的地点 旅游肯定也适合 第一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槟城 有一半华人 中文是通用的 就是这些 而且槟城它是在热带雨林 它那气候又不是很热 中午就30度是吧 然后又没有冬季 这就非常是宜居 尤其是对一些这个来自中国中国南方的人来说 它就非常依据 确切也来自中国南方啊 这个第二 是泰国清麦 这个冬季呢,可能稍微凉少一点 但是呢,它每年的春秋啊 是有一个烧山 就是那个要把所有的植物都烧掉 然后第二年 或者说夏季要播种什么茶叶啊 播种什么稻谷啊 因为烧山带来的这个雾霾是非常严重的 就冬季,每年冬季都有这个春季啊 都有这个烧山的状况 就带来的雾霾不太好 而且呢,清麦呢 它是你怎么都要汇一点基础的泰文 否则呢,你生活起来是非常的不方便 哪怕是清麦有很多华人 还有华人后代 就是那种从云南过来的啊 就是那种千居过来的 他已经是祖辈啊 就几代人 还有一种是潮山人的后代 都在清麦 但是呢,他们尽管也说中文呢 但是呢,你不是天天每时每处 你都能遇得到他们 所以说你生活起来还是不方便 清麦的好处是呢 非常具有文艺法 它有那个太北的那种 就文艺小城的那种特点啊 就生活起来有滋有味的 而且呢,很多华人开的餐馆啊 华人开的小店呢 就不需要讲什么泰文 就基本上跟在国内是一样的 就生活起来就比较舒服 但是呢,泰国呢 这个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的养老的这个医疗和这个养老服务是非常昂贵的 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国家 他不给你覆盖 说你到泰国养老的费用 那你就别去了是吧 万一你得过什么病呢 怎么怎么办呢 是吧 而且呢,泰国呢 他还有很多缺点 就是他呢,是比较潮湿的 比较炎热的 又潮湿又炎热夏季的时候 而且呢,他的蚊虫非常之多 这个植物呢,就是非常难打理 而且呢,房子还终于 很容易就被植物侵占 就把你这个房子给吃掉 不是吃掉 都把你的砖啊,结构啊 都给你破坏掉 它们根呢,会根系很发达吗 这是缺姐给的意讲 第三个呢 那就是缺姐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大夕阳里啊 这气候呢,可以说是天堂般的气候 是没有冬季,也没有夏季 就一直是春秋二十几度 冬季呢,那最冷的时候那几天啊 也有十七度 十七八度 那肯定能挨得过是吧 晚上呢,有十二三度 这是最冷那几天 不是几个月,是几天 就是平时呢,夏季呢 也不是很热 热的呢,也是在 这个地方的南部 不是在缺姐所在的这个城市 这个缺姐就问他 说如果你呢 就觉得你还信任我 你跟我关系要好 他是对缺姐有一种 就是那种什么的 就好像抓到什么似的 他就死活不放了缺姐啊 那缺姐那就得拉着他 而且缺姐也比较欣赏他 也比较特别认可他 所以说他是缺姐最好的朋友 他把缺姐当成他最好的朋友 他愿意过来这个岛 那我当然是欢迎啊 我这周围有一个闺蜜啊 这是真正的闺蜜 那不是随便网上说 这个是闺蜜 那是闺蜜 那你们对彼此得有一个非常深度的共识 是非常希望对方好 不会说啊 还有发上闺蜜 什么抢老公的事情 这是非常荒诞的 如果说这个闺蜜能抢你老公 他绝对不是你闺蜜 就是你们得仗义 得有种一恩义子 这才叫闺蜜呢 是吧 你别轻易的给人放个头衔 叫闺蜜 我说那我这个岛肯定欢迎你来啊 但是呢难题是呢 你不怎么想学西班牙语了 那确切给他推荐的地方 主要都是西班牙的地方啊 就是说西班牙语的地方 因为那你发现 适合养老的地方 还基本上都是说西班牙语的地方 第四个啊 阿鲁巴 阿鲁巴是一个岛国 在那个中南魅州 气候也非常好 是以前的荷兰人呢 在那执名过 他是通用这个英语啊 荷兰语啊 和西班牙语 反正英语也是能通用的 阿鲁巴 而且呢白人比较多 白人那多的地方呢 就治安啊 文明程度啊 会高一点 这些缺陷给他推荐啊 这个对阿鲁巴 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第五个 就马尔哈 马尔哈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啊 国内的富人要移民的 这么一个 拿这个外籍的 拿外国国籍的这个护照的 这么一个地方 马尔哈 在地中海啊 他是靠近西浪 靠近西浪 但是呢 他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他的这个冬季呢 是比较温和的 没有缺解这个 这个地方啊 冬季这么好啊 冬季是非常温暖的 这里 他们只能说是温和 十度左右 不如缺解这里 缺解这个快打 冬季都能打到二十度 如果是你要好牙 冬季都能下海去游泳 都能下海去游泳 这才是好的地方嘛 说马尔哈呢 他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的 就不需要你们学习新的语种 是吧 你们在澳大利亚学的 说的肯定都是英语 是吧 那到马尔哈还说英语 英国这个英国的老人比较多 就是你们不需要学什么新的语种 第六个呢 塞浦罗斯靠近这个土耳其 也在地中海 他呢除了这个什么土耳其语 什么希腊语啊 还有呢 通用英语 也不需要你学新的语种 第七个呢 就是葡萄牙的Birdle Birdle呢是 我不知道他的西班牙语怎么念啊 他应该中文翻译是普尔托 要不就普尔什么多 什么的 反正就查一下吧 就在那个葡萄牙的中北部 靠近海岸 这个城市是非常文艺的 他有很多景点 大家去搜一下 缺点呢就是什么呢 他的气候也比较温和 是属于这种小地中海 但是他是靠近大西洋的 空气那是不用说啊 普尔多这个城市非常棒的 但是有缺点就是你不学葡萄牙语 你就非常不方便 普尔多那它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它不像这个什么这个葡萄牙的那个首都 叫什么的 里斯本 不像里斯本 不像里斯本呢 你还可以用一点英语 在旅游的地方 就是那种 卖什么 这个主要做游客生意的地方 你还能懂一点英语 你要是在这种地方啊 什么普尔多呀 这种是 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国际都市的话 你不学西班牙 不学这个葡萄牙语 是没办法生存的 然后呢 第八个呢 确实给推荐的 那就西班牙各个南部的小城市 南部的小城市多的是啊 什么 什么 什么这个 什么 布兰卡 什么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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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什么 巴兰西 啊 什么 什么 西维利 西维利 什么的 还有什么 就很多 你们就查一下吧 就南部的各个小城 房价是非常友好 那房价那是不用说啊 那是真的非常友好 气候也不错 冬季还非常温和 这个 但是呢 你们要是不学西班牙语 就是很难生活的 因为什么呢 一开始你要住下来 你要找房子 你要跟这个房屋房产中介去谈判啊 去找房子 你那个时候你就要用到这个西班牙语了 你不用的话 那很多房屋中介人就是不懂什么英语的 英语没那么好 他服务其实你也非常困难 跟你沟通交流什么的 平时啊 就你们的各种的这种事件的这种聊天啊 你一点西班牙语不懂的话 连翻译软卷你都不会用 真的 这翻译软件啊 就是很多这个地方是翻译不到的 你不要以为这有翻译软件什么都能解决 不是的 你还是要懂 你能够知道这个翻译有没有问题 是吧 如果是不懂的话 首先呢 然后呢 这个房屋产中介终于把房子找住了 就买房的一系列手续 你要一点不懂 那你麻烦就到了 还有呢 你要买家具啊 你要开通网络啊 你要给一个水电换账户啊 都需要你用西班牙语的 你不可能什么都求助什么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又贵 而且时间得等 去排队等 你是等不及的 你能等人家给你拖一个月 说我这就是没空 人家就是没空啊 华人律师是有的 就是你最好是呢 你自己学是最方便的 你不需要去等别人的时间啊 就是 如果说确定 确定你们要去哪个国家 你先把这个新的语种 先自己自学起来 你先学起来 你得适应 你得熟悉这种语言的这种语感 你不一听就发懵 是吧 确定也经过 一听就发懵 就愣住了 第九个啊 就比较适合养老的国家 是厄瓜多尔 那是公认的啊 大家查一下搜一下 气候非常好 是美国人的养老基地 而且厄瓜多尔呢 有些地区 个别地区是说英语 英语是比较通用的 它就是为了养老提供服务的 这么一个城市 还有呢 这个外籍人士呢 是可以纳入这个 厄瓜多尔的 社会保障医疗计划的 每个月啊 只需缴纳 这个医保呢 57美元 你说这不比中国的 这个医保还要管用吗 是吧 第十呢 就是哥斯达利加 哥斯达利加呢 它的医疗就更加发达 它就是为养老 它养老就是它的一个 支柱产业啊 那就欢迎这个美国的老人 很多美国老人都是在 哥斯达利加和 瓜多尔这两个国家的 那这英语肯定就通用 是吧 而且呢 这个哥斯达利加 它的医疗水准非常之高 而且呢 这个旅游资源呢 还有它的这种什么 国家公园啊 什么湿地啊 生物保护区啊 自然遗产呢 那气候是肯定很好的啊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的 这十个养老的圣地 如果说呢 有这个对缺解的 这个进一步的啊 就是说对缺解所在的 这个地方 这个感兴趣的啊 可以私聊缺解啊 跟缺解的这个联系方式都在啊 这个个人介绍里面 跟缺解联系一下就行了 或者说呢 你在这个评论区啊 问问缺解啊 缺解把这个联系方式 微信的方式告诉你们 也可以 这个 如果说再进一步的 这个信息服务的话 那是要收费的了啊 再进一步的 就比如说 需要用到缺解帮你办什么 这个文件的啊 缺解能够有一定的 就是细于水转 能帮你们办一部分 那就那就要像律师一样的 收费了啊 这就不再是免费的了 基本上就是网上能找到的 你们网上也找不到 像缺解这么详细的啊 这么具体的信息的 缺解都免费提供给大家